金文的小说虽然经历过两次修改 但严格来说 仍存在一些明显说不通的逻辑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金文小说中那些自始至终 也没有填上的坑 听问梅田的坑一 以天中的空剑神僧 为什么知道屠龙刀中藏有秘籍 以天的江湖中一直流传着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 但真正知道这个秘密的却没有几人 即便是活了一百多岁的张三丰 最多也只是听说过屠龙刀的名号 灭绝曾说屠龙刀与以天剑中的秘密 只有峨眉派历代掌门知道 但是从后来的剧情发展 杨过与小农女的后人黄山女子也必然知道 不过这并不意外 毕竟屠龙刀的原材料 就是来自于杨过的玄铁剑 作为杨过的后人黄山女之情 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真正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少林寺的空剑神僧 为何也知道屠龙刀的秘密 陈坤假借谢迅之首杀死空剑时 空剑在小说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你武功不及他 除非能找到屠龙刀 找到刀中的秘 他说到这个秘字 一口气接不上来 便死死了 根据当时的语境 空剑最后没说出口的那个字 应该不是秘字 也是集 所以空剑临此时的那句话 应该是你武功不及他 除非能找到屠龙刀中的秘籍 那问题来了 空剑为何知道屠龙刀中藏有秘籍 有人说空剑就是郭姓的儿子郭破鲁 但这个说法十分牵强 并且有几个非常大的漏洞 其一 郭破鲁已经明确和郭姓黄荣夫妇 在香荣城以身殉国 并且没有后人 其二 郭破鲁和郭湘是一起以后出生 神雕中 郭湘出现少年张三丰时 原文明确要比他大三岁 也就是说 如果空剑是郭破� 那空剑的实际年龄 那空剑的实际年龄要比张三丰还大 并且张无忌在遇到三度后 三度曾表示 他们对失职空剑的期望值极高 可见空剑的年龄不可能比三度高 毕竟世界上没有人 会对比自己年龄还大的人 极厚吧 而根据三度与其他少林三大神 曾年推算 空剑死生年龄应该是在50到60岁 也就是说 如果空剑活到大结局 估计也是80岁左右 盘点经文小说中修改了两次 事实时中也没有填上的坑 只有没填的坑二 扫地僧究竟是什么来历 他为何知道那么多 原文称 扫地僧只是少林寺的一个服侍僧 服侍僧有不拜师 不传武功的设定 因此扫地僧的武功 未必跟少林寺有关 并且他自称已经来这里 四十二三年了 由此也能推测扫地僧 很可能是半路投入了少林 扫地僧不仅自身武功无敌 更可贵的是 他仅看了救魔智一眼 就知道救魔智在尝试将 少林七十二绝技融会贯通 看了一眼萧远山和慕容伯 就知道两人因偷练少林寺绝技 已经病入膏肓 不仅看出了病症 还能够对症下药 早前他甚至还规劝过玄成 此外他还知道逍遥派 知道小无相公 而逍遥派是三个字 时间知道的人不超十人 即便是少林丐帮大理断世之人 都从没听说过 那问题来了 扫地僧究竟是谁 经梅田的空三 乌鸦子和李秋水 在大理狼环福定 逍遥期间 曾收集过天下武学 并打算创出一门包罗万象的武功 已知的武功中 经有少林寺一瓶金 丐帮降龙二十八掌 大理断世的一阳指和六脉神剑 没有被他得到 那问题来了 乌鸦子是怎么得到这些武学了 要知道 萧远山和慕容伯 为了超度少林寺七十二绝技 期间进进出出 在少林寺折服了十几年之久 最终还是被扫地僧发现 那乌鸦子是怎么收集到 天下各门牌密集的 还是说他武功 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如果乌鸦子去少林寺到京 不知道当时的扫地僧 是否已经在少林寺了呢 盘典金融小说中修改了两次 自始至终都没有填上的坑 经用梅田的坑四 陆典记中 神龙教曾在皇宫中潜伏了六名卧底 原文是 黑董事说道 属下受教主和夫人的大恩 粉身碎骨也难图报 实在这事万分棘手 属下派到宫里的六人之中 已有邓炳春 柳燕二人殉教身亡 还望教主和夫人恩准宽献 但是到全书完结 已知的人中 除了假扮皇太后的毛东珠 邓炳春和柳燕外 其他三人透文没有任何交代 不知道是金融棒了 还是认为神龙教覆灭后 其余人已经微不足道了 不过从神龙教的手段来看 其他三人必然都是神手不凡之人 经用梅田的坑五 天地会中 另外一个蜻蜓卧底 究竟是谁 除了暴露的风气中外 蜻蜓在天地会中 至少还有一个卧底 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 却没了下文 大结局前 雷小宝刚和天地会见面 康熙立即就掌握了这个情报 因此伟小宝认为 天地会除了风气中之外 至少还有一个隐藏的蜻蜓卧底 盲猜一下 齐彪青和田老本 嫌疑最大 金融梅田的坑六 笑江湖中的任我行 一心有三个半 最佩服的人 和三个半最不佩服的人 其中三个最佩服的人是 东方不败 方正 风气扬 半个人是武当的冲须道长 最不佩服的三个半人中 任我行仅说出了 举手的左冷船 然后就没了下文 该帮帮助谢峰 以为有自己 结果任我行却说 你再练三十年功夫 或许可让我不佩服一下 可见在任我行眼中 佩服的人与不佩服的人的 基础标准就是武功成就 因此呢 你岳不群当时的武功成就 恐怕还入不了任我行的眼 所以任我行剩下的 最不佩服的两个半人 猜测当时并不在少林寺 所以任我行就没说 金融梅田的坑漆 阿琪的身世究竟是什么 九难在鹿顶记中 不收我用的徒弟 比如他当初收阿克为徒 就是为了报复吴三桂 那问题来了 阿琪的身世究竟是什么 根据九难对阿克和阿琪的态度 阿琪不可能是一个 普通人家的女儿 金融最开始给他塑造的 仿佛大有来头 但是他的身份 直到全出结局 也没有被曝光出来 有人甚至认为 他是大清皇族 你觉得呢